《雅思》 大家好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雅花媽說說話》 今天我們請陳醫師來幫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世界上需要雅思 我記得陳醫師一開始在寫《雅思六書》的時候 他跟我分享第一本就是這個 然後我看得非常震驚 我都覺得說 哇,這麼一個重要的議題 年輕的時候開始跟隨的醫師 那時候在南方電子報 我就開始看陳醫師的文章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人文氣息的意思 因為醫師常常讓我們感覺到是理性的大腦 然後可是陳醫師加上這麼多人文的東西 而他開始關心雅思這個議題 我覺得這是雅思族群非常大的福氣 所以我想問問 你為什麼覺得這個世界上需要雅思呢? 其實我一開始 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去做一些搜尋 其實 最先提出這樣的概念 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 新創產業的創投 比特泰爾 他在那種很多電影裡面都有出現 因為他跟像點書這樣的重要的公司 他有時候都是幕後的投資人 也是導師 也是這些年輕創業者的一個重要的導師 是 他就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他就認為說其實 重要的新創產業 像是蘋果啦 微軟啦 這些 其實這些新創產業的領導人 最好是要有雅思特子 而且雅思特子越強 說不定他的創造力是越高的 那他就提出呼籲 要請各個大公司 你們在 入用人才的時候 一定要 要去選擇 具有雅思特子的人 要協助他們進入企業裡面 他們可以發揮 很大的能力 那為什麼 對新創產業來講 堅持跟創造力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在重複別人已經做過的事情 你要去創造一個新的事業 你的做法 可能要跟別人不一樣 你看 臉書他的做法 如果是跟以前的網站一樣 他就不會變成臉書了 是 那 所以你一個 創造新事業的人 你不能從中 不能留書 就是說你不能說 因為別人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別人怎麼說 我就跟著 五個人有三個人這麼說 好 我就照這三個人說的去做了 好 如果是這樣 可能沒有辦法去創造一個新的事業 是 那 亞斯特子強的人呢 他可以有很好的邏輯思考的能力 系統性的思考能力 然後在混亂的環境裡面 然後去找出一條路 然後堅持的做下去 當然很多失敗了啦 好 可是也有少數成功了 好 那 我就是從這彼得泰爾他的這些文章裡面 再一步一步的去去探索 就發現說 欸 其實 人類真的很需要這些亞斯特子的人的創造能力 好 然後 如果說大家都太重視社交 你一定要社交能力很強 好 那 你一定要很會才能觀色 好 你才能 把桌上來 好 你才能做這個社會的領導人物 那這樣我們就會去犧牲了 很多的 很有才華的人 或者是 很多有很有創造力的事業的機會 就這樣子 就沒有了 可是我心裡面是有一個疑惑的 就是 其實我們常常很多亞斯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他們好像各說各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們各有各的創造力 然後他們又有很毅力 可是他們如果 那把它放在一個企業裡面 在企業裡要怎麼延攬 或者是 讓這些亞斯的人 有辦法 創造出 比較 可能有延展性的東西呢 這個就會需要一些大企業或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它 不是以獲利為第一個目標 那大企業的資源很多 他就有辦法 特別在他們的人資部門裡面 有專門的人來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一個亞斯特斯強烈的人 第一個你從面試開始就要不一樣了 因為這些人呢 你如果用一般的面試 你可能會覺得 這個人怎麼面試的時候都不看考官呢 而且講了一大堆 這不是我要聽的 然後就打叉叉 就不入用了 亞斯特斯人比較不會常人觀色嘛 他猜不出你要問他什麼嘛 所以你必須從頭開始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招募這樣的人 我希望我的公司裡面 有一些亞斯特斯強的人 然後 我可能第一個 我的條件就要寫得很清楚了 描述非常的清楚 什麼樣的符合我要招募的這個人才的條件 那第二個 我們招募錄取 考核新進員工的方法可能就要不同 你可能就不是靠言語的能力來錄取一個人 而是說 你可以觀察 你可以把它放到團隊裡面來 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你看看他做事情的能力怎麼樣 再來決定要不要入用他 然後入用進來以後 你發現這個亞斯特斯蠻強的 好 你要給他一些心靈的導師 具有一些經驗 而且他對什麼是亞斯特斯很了解的一些前輩 來協助他 協助他融入他的環境 是 但最好就是說公司裡面要常常辦這樣的演講 就是不只是人資部門的人 包括所有的員工都要來了解 什麼樣叫做亞斯特斯 那我的同事如果有人亞斯特斯比較強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麼樣跟他互鬥 我們是不是SOP要經歷很清楚 我們是不是竟然用email12345描述的很清楚 不要有灰色的空間讓人家猜不出你要說什麼 那我們可以用很多的電腦的APP工具 程式來輔助 來輔助我們的整個teamwork 這樣的話就可以協助亞斯特斯強的人融入環境 避免職場的霸凌 然後讓他們的能力放出來 當然有時候也是要放對啦 比如說有的亞斯特斯強的人 你讓他去做資料的整理分析 他就做得非常的棒 你要他去做行銷 在外面辦活動 他可能就不太適合 所以你也是把他要放在對的地方 是 剛剛陳醫師講到有一些細節其實真的很重要 在我覺得很多家長可能看到這裡面 會覺得說要從裡面再去做細部分析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問題 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錄製的整個節目 都是讓大家先了解有這個現象 然後你要了解更深入的部分 我會真的很建議您去看一下陳醫師的亞斯六書 那在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是陳醫師他對於他的研究的一些總結 所以我想最後請陳醫師告訴我們 對於您自己這六書的那些看法 麻煩你 他有人拎著他們的男朋友 拎著他們的先生跑過來說 你看你看 我看陳醫師的書 你就是有亞斯特斯 那跑過來問我 可是說實在 有時候這就是一個人的特質 那他的特質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硬改嗎 他就是不喜歡社交 你硬要他社交 他適應一下還可以 你叫他整件社交 他會很累他受不了 我們也不能硬改 把他硬改成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特質的人嘛 可是要怎麼辦 沒有標準答案 我覺得大家就是要多閱讀 而且是要很廣泛的 多方面的閱讀 那其實在英語世界這方面的書 非常非常多 我已經買了好幾十本了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多看 然後一起來寫 不要只有我再寫 這樣我寫不完 當然現在 大家如果要看中文的書 當然可以還是可以先從我寫的自己本書開始看 我想這是一個大家支持上一個重要的基礎 其實那個陳醫師的書我看的幾本 我都覺得蠻推薦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陳醫師的做法是 除了我與世界可可活入之外 其他的書籍他用電子書書書寫的方式 而且好像會定期去更新是吧 對對對 所以我會覺得 這種方式在推展一個日新月異 然後一直在有最新概念的一些基礎的學習上面 我們會更需要用電子書的方式來更新我們的資訊 那請大家也繼續保持著 對於亞斯伯格未來的理解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今天聽話媽說說話 陳醫師的單元到今天為止 我們下次會有新的單元再呈現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掰掰